怎么吃 好 我们说这个 野生 说到这个野生化学生 刚才是形态啊 吃法差别 怎么吃生对吧 我们就再规划一个怎么吃 生 怎么吃都可以 关键是要少吃常吃 不是说 一个月不吃 吞一下吃一只 那就容易出问题 通常东北是 那容易上滚对吧 这大家都理解 出鼻血什么的 西洋肾比较温和 那种上滚啊 或者出鼻血的象象 不多 或者是极少 这个预量有关系 也与它这个药性有关系 东北肾一般说是 或者人参叫做这个 是它病后大 可以帮你恢复元气 西洋肾呢 一般说这个 比较温和 可以做养生用 我们平时怎么吃呢 广东人在船盆爆汤 北上的人现在喜欢喝茶 一般用芯片 都可以 我呢 平时吃 我如果开车的时候 我就吃一个生枝 韩话 韩话实际上是提神最快的方法 生片生日韩话 对吧 方便刺激太后 就是每天舍下韩话 野生人参吧 当时 这个舍下韩话 因为 这个生的有效成分 人参造肝 可以通过舍下 直接吸收 就像这个 消散干油 作为心脏急救一样 它可以直接入心 这是用来提神 你如果来提高 想提高免疫力的话 抗癌 那么咱们说 就要吃红身 就是经过高温 高压 处理的身 对吧 那么我们就应该煲汤 一般是煲两小时 这个时候 无论是 花旗身 还是东北身 就转为红身 转为红身 谢谢你煮两小时 晒干之后 你会发现 它颜色已经变了 这叫红身 所以你如果希望 这个提神 扶住心脏 对吧 扩张关脉 我建议你 含化 或者是喝茶 你如果希望 提高抵抗力 是希望 希望你把它 饱汤 饱两小时以上 这样花旗身的成分 会发生转化 接近于红身的成分 好吧 这个说法 当然别人这个 没这么提 没这个提法 那么我呢 是生理学家 也是心脏学家 所以呢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